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夏天 像西瓜本身是一个消暑 生津止渴 很好的一个食物 那么西瓜皮呢 我们知道在中药里边叫西瓜脆衣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段时间 中央台不是也播放了这个孟河学派吗 讲孟河的这些衣家们 像温病流派的这些衣家 就比较喜欢用西瓜脆衣这一类的药物 它一个是清暑清热 特别像至暑湿季节的这些疾病的时候 需要进行清热的时候 往往喜欢用西瓜脆衣 所以大家其实在吃完西瓜以后 这个皮是可以不扔掉的 可以把它最外边的那层绿色的表皮切掉 把白色的这一层留下 留下以后直接吃也行 或者说炒菜也行 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炒肉丝 或者说单独炒在菜里边 就炒素菜都是可以的 它本身有一个清俗 意气生筋的一个作用 另外 就是西瓜也不能过时 过时西瓜以后毕竟是寒凉的 同时有沥尿的作用 吃太多了以后 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再有就是这个季节 容易看见的水果 是一些热带水果 特别像芒果 榴莲 山竹 然后包括波罗蜜 像这一些水果 那么我们主张在大暑这一段时期内 热带水果尽量少吃了 为什么 因为热带水果往往都比较滋腻一些 滋腻的东西在这个季节吃的话 会让你的舌苔更厚 特别是本来就有湿热的人 看着舌苔是一个厚腻的舌苔 要是再吃上芒果 榴莲 这种特别滋腻 爱味的东西 吃完了以后 你的湿热会更重 身上会更难受 而且像芒果往往对于这种皮肤过敏的人 或者说有过敏倾向的人 吃芒果是容易加重它的过敏的 和它当中含有的一些柔制的成分是有关系的 另外像山竹 它是一个偏凉的食材 那么吃多了以后也会引起胃寒 引起腹泻 引起这些情况 所以说热带水果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慎重 能够少吃就少吃 或者说干脆不吃 那么像平时我们正常一点的 你比如说苹果呀 梨呀 葡萄啊 包括西瓜呀 吃点这一些比较干淡平和一些的食材 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关系的意思是 正常的摄像 请不吝点赞 幅